R E P T 加 L E N 所以你做完之后的话 那另外就是向右填满 你特别注意 向右填满如果我 G 4 G 4 有没有 他因为向右填满会变 H 向右他会自己加一个 如果你将来把他锁起来的话 比如说 G 这个把他锁一个钱 这边也把他锁一个钱的话 你会发现 他向右拉会变 0 7 向右拉会怎么样 他还是 0 8 4 为什么 因为他还是 G 4 有没有 意思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特别强调 那个锁蓝跟锁裂的差异 就是主要这个地方要特别小心 蓝跟裂是不一样的 OK 差异性还蛮大的 那再来的话 我们来看 所以把这个怎么样 搬到这边来就好 所以你可以说 第一个你这边输入等于什么 等于09 09是一个文字 所以前双引号 09 后双引号 表示是一个文字 串接 and 串接什么 串接这个储存格 所以把他点一下 这个串着一个打勾 他变0911 然后后面再串一个什么 减的符号 所以 and 然后一个 减的符号 不过我建议你如果没有把握 你可以慢慢慢慢做 你不用说从头到尾打完 再打勾 错了不知道为什么 就不好找 所以有的时候写程式或打公式都一样 你可以分阶段 反正看到之后再下一步 再下一步 那后面的东西就刚好084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084 公式怎么样 复制起来 所以以后呢 假如公式很长 那你担心说你一次做会错的话 你可以先在旁边做 做完之后再贴过去就好了 但贴你要注意一下 复制的时候不要复制到等号 因为 刚 刚已经有等号在最前面 所以你就把 不包含等号的公式复制一下 再按取消 切到这边之后的话 点这边一下 记得先一个end符号 要串接 把刚刚的东西贴上 再来怎么样 打个勾就好了 有了 后面呢 其实再贴 要不然就是直接再end一次 再贴 那因为呢 G4 变H4 所以你直接把这边改成H4 我的习惯是选再打点 因为我这一只手 所以 不然的话你可以把这边 选这边按H4 也可以打个勾 这样子 向下 少一个 少一个减 所以end什么呢 双引号 一个减 有没有 然后end 来串接 应该可以看懂了 刚刚那个地方少一个减的符号 所以我再来补一下 特别注意 那个串接 前后end一定要有 公式跟 文字之间 不能直接 直接放一起 一定要加一个end符号 打个勾 OK 那就完成 向下填满 那这两栏呢 就可以把它删掉 OK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完成了 这样一串 OK 第一个方法 那可是呢 这个方法 感觉就是 不是太简单 因为用REPD 又有LEN 然后LEN又要删去减 感觉很麻烦 为什么不能用什么 第二个 所以把这个 这个 工作表 请你复制一个 复制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拖拉 加按Ctrl键 放开 又复制 复制 最简单的方法 拖拉 按Ctrl键 放开 一模一样 请你把它改一下 这个叫TEST 我们换第2个方法 看看会不会更简单 这个方法的话 Ctrl Shift向下 Delete 特别说 这边 Ctrl Shift向下是整个选起来 这样比较快 如果用TEST的话 其实它原理有点像这样 按右键 比如这两个按右键 储存和格式 储存和格式里面 不知道根本有用过制定 如果你 数字都是零 所以我只要三个零的话 000 按个确定会怎么样 有没有 084 007 但问题 特别注意 这个 表面上看到是084 但是怎么样 它里面是不是084 有没有 这个表面上看到007 它是不是007 其实也不是 所以刚刚那个方法 其实只是 改变格式而已 格式只是外观 但是内在 完全 没有改变 OK 可是呢 如果你今天 你是 不只外观要改变 里面也要跟着改变的话 你就要想到一个函数 就叫做TEST OK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到的 奇怪 我看到我要把它 做一些处理 奇怪 怎么跟我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结果 原来你看到的只是表象 如果你要真的变成那个东西 你就要 再加一个TEST函数 就OK 很多地方都一样 像之前有东西说 老师为什么那个 NT$ 看得到 但是我要 切那个NT$ 切不到 或者说 我今天明明看到这个生日 但是我要前面两个字 奇怪我出现怎么是怪怪的东西 因为你不懂得用一个函数叫TEST 所以TEST函数 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工作上不会TEST函数 很多东西你是做不出来的 OK 特别注意TEST函数非常好用 要怎么用很简单 一 我们刚刚 是不是用按右键出现的格式 资历里面我加了三个零 那你就把这三个零 放在那个 TEST函数的 第2个参数里面 他就真的帮你转了 所以这个东西你可以把它放在 TEST的那个参数里面 他就真正帮你转 TEST是真的帮你把它做转换 那怎么做 首先 我们先游标放在这边一样 如果你没有把握了 我轻易你分两阶段 你不要一次 像有同学直接就在这边做了 做完之后 串一辣堆 很容易做错 你可以先在旁边做一下 这样比较有把握在 第1个的话 一样到文字里面 第2个的话到文字里面的T开头的TEST 然后他有两个 一个Value 一个是Format TEST Value就是你要给他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 就是这个84 Format TEST就是刚刚那个000 我先把这个再转回来 这个主要是给各位知道一下 我把它切回通用 按确定 把它恢复 那要真的做的话就是用刚刚那个文字里面的TEST TEST这个东西 OK 然后我们就点他 一个两个 他底下也有说 将指定的数值格式 指一 指定数值 将文字 对不对 将数字转换为文字 所以最后结果一定是文字 按确定 好两个 一个Value给他 给他84 所以他带过来 你给我84 Format TEST 特别说 只要看到TEST 我刚刚讲过 一定是双引号两个 反正 基本上在 以Sale里面的函数 你只要看到TEST 一定都要有双引号 如果你没给双引号 会出错 常常就是有人忘记 输入双引号 OK 然后里面放什么呢 很简单 三个零就可以了 零 零 零 三码 有没有 意思是说 帮我格式 这个意思应该是 帮我格式化 成 三码 如果你要四码的话 再补一个零 五码 再一个零 OK 意思类推啦 另外的话很多规则 至于详细规则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话 请你参考这边有个 函数说明 他会告诉你说哪一种 格式 你要哪一种结果 可以用什么方式产生 有点稍微小复杂 我有兴趣的东西可以自己玩玩看 那因为这个函数非常重要 工作上面如果你不懂这个函数 很多真的做不出来 即便做得出来 也会非常麻烦 OK 那其实就把000放进来 记得前后双引号 这个一定要加 如果你没有加 他结果会是错误 OK好这要小心 双引号 TEST双引号 OK按确定 好 这样的话 有没有 084向右 007 底下当然就 不用讲了其他一下子 全部OK了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相对的 比刚刚更简单的 所以刚刚的东西的话 如果放到这边的话 那我们一样 所以 拿刚刚这个来改 这个刚刚到这边 这个减号 所以我复制这边 前面这一模一样 所以我就拿到这边 然后一样 先到这边 0911 后面的话怎么做呢 就一样 串接后面的东西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把TEST放过来 我这边取消一下 拿这边的公式 或者你重新再打一遍 OK 好像没几个字 复制一下 然后取消 把它搬到这边加一个END符号 ENDTEST 然后 00 然后END 再一个减的符号 再END 怎么了 再贴一次 然后把这个H4 把G4改H4 这样的话打个勾 OK 就向下填满 大功告成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两种方法 我再把重点为一句 1 用REPT加LEN 做一遍 做完之后 拖拉加Ctrl鍵 它就会复制工作表 OK 这个可能注意一下 然后再利用TEST函数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TEST函数 真的蛮重要的 很多地方你会TEST 才做得出来 尤其是你要做报表 如果你要统计某一些 像你要把资料位给枢纽分析表之前 如果你没有某一些某一个栏位 那你要 统计 某一个资料 你就没办法 做出你要的结果 所以有的时候 可能还是要仰外TEST一下 那个问题 相对会比较好解决 不然的话 很多东西可能会做不出来 至于哪一些东西做不出来 待会我们也许再举一个例子 让各位了解一下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IPT加LEN 第1个方法 第2个方法 当然更简单 用TEST 所以其实 解决 问题 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 那就是看你什么巧妙的去使用函数 也许 IP加LEN也可以 但是 用TEST也可以 可是比较之下你会发现 要是你来用 你想也知道用TEST不就OK了吗 干嘛还要IPT加LEN 然后LEN用3去减 让它转一个弯 而且转一个好大的弯 要转180度 感觉 太复杂了吧 所以你如果用 会用TEST的话 那我想你就不会用IPT加LEN的 OK这个地方的话 先试一下 待会的话 我们再来看有没有其他的方法